抗一部电影提八卫人生 这里是唐斯林说电影 今天给你们带来一部 死人很随便的丹麦电影 绿色屠夫 斯文德和彼安都是肉制品店的屠夫 他们有着各自的性格缺陷 斯文德因为是异汉体质 从小就被人嘲笑是大汉斯文德 所以他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这天女友Tina随口对朋友说了句 斯文德不太会处理难题 就莫名戳中了她的敏感区 当着外人面和Tina吵了起来 彼安子和斯文德恰恰相反 他掩饰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当Tina把朋友介绍给他处对象时 他嫌弃女方话多 直接给人家踢了一脚 真的是无被开摩啊 这两个性格缺陷的人 同在克伯老板霍格底下干活 霍格每天都要对斯文德冷嘲热讽 说他肉丸做得不行 烟炮汁做得不行 出去站柜台 也会因为满头大汗恶心到顾客 受不了的斯文德就产生了自己开店的想法 还拉拢彼安和他一起去 他们在一位胖子房东那里 物色里一家二手店 但房子要价200万 斯文德计划和彼安平分 一人出100万 斯文德可以抵押自己的房子 去银行贷款 但彼安没房没钱也没老婆 他去找谁帮忙呢 彼安想到了唯一搞钱办法 就是继承父母的遗产 其实呢 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 但因为一些原因 弟弟七年前出车祸变成了植物人 现在都还躺在病房里没有知觉 彼安也从没有去医院看过他 这次去就是想和医生说 放弃弟弟的治疗 让他安乐死 这样他就可以把弟弟的那份遗产也拿到 许是这样的操作 让他心存内疚 于是他就去了墓地 看望去世的父母以及妻子 原来七年前的车祸 不仅让弟弟变成了植物人 还让父母以及妻子都丧失了生命 在那里 他结识了墓园管理员阿斯利特 因为他性格温柔体贴 常年帮别人打扫墓地 包括他家的 比安娜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不过还没等到他拿到那笔遗产 斯文德就已经迫不及待 用银行贷款的钱开店了 开店当天一个客人都没有 斯文德就把原因挂在蒂娜 拿错了白色的餐巾 因为他们的柜台是蓝色的 气球也是蓝色的 所以餐巾也要是蓝色 他破坏了店里的整个摆设 蒂娜受不了斯文德要和他分手 本来这只是他一时气话 结果下一秒 比安插了一句 这不是斯文德的错 就是你带错了餐巾 记得蒂娜摔门离开 蒂娜离开后 来了个维修储肉室的维修工 因为他工作时喜欢听歌 所以就变得没有生意 只能早早关门的斯文德 反锁在了储肉室 第二天可想而知 斯文德慌了 而且他早上又和蒂娜吵了一架 蒂娜这次是动真格要和他分手 本来就情绪不稳定的他慌成了狗 就在这时 那个瞧不起他的前老板霍格 特意挑了他们店没肉的时候 过来买肉 为的就是给他一个下马威 你们看一眼 在第一天不仅没顾客 连肉都没有 垃圾 在分手 此时霍格的三重逼迫下 斯文德不知道怎么想的 用维修工的大腿肉 裹上他自制的烟炮汁 卖给了霍格 事后 他才把维修工的事情 告诉了彼安 彼安本来还想劝他报警 因为这属于过失杀人 可以从今处理 可当他看到维修工的腿 已经没有的时候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意外事件了 两人陷入了纠结 考虑到维修工 昨天没有在店里做过到访登记 于是他们决定用扎古机 把尸体处理了 然后约定这件事情 到此结束再也不提 然而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 店门口排起了长队 原因是霍格用昨天 他们在店里买的肉 做给了派对上的人吃 好多人都觉得味道不错 跑他家购买 斯文德不想让第一笔顾客流失 就用还没放进扎古机的肉 做成一份份的卖给他们 还说 反正放进扎古机跟卖掉无区别 这样更能将它处理掉 不愧是你 喊你吧 比安知道后很担心斯文德的状态 他害怕斯文德走上歪路 斯文德只好和比安坦白 当他把肉卖给顾客的时候 那种被尊敬被需要的感觉 让他很爽 他从小就被人看不起 在学校里不受欢迎 每天挨打 是个人都可以欺负他 就因为他从小没有父母 无依无靠是个孤儿 时间久了 导致他害怕上学 害怕死亡 还害怕社交 即便他后面认识了提娜 但依旧没有任何环节 直到这次 他开了属于自己的店 卖出了自己的肉 这种感觉让他信心倍增 很明显 斯文德对自己 还是有清醒的认知的 可这也不能成为 你二次杀人的原因吧 因为没肉就没有顾客 没有顾客就没有生意 没有生意就没有成就感 斯文德盯上了 来店里参观的房东 把他撇进储肉室 用冻死维修工的办法 冻死他 第二点 新鲜的食材又有了 他给这种肉取名为鸡香肉 对外声称原材料是鸡肉 用它特制的烟炮汁 是胭脂而成 因为比安这天 都在和墓地管理员 阿斯特利约会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店里发生了什么 当他看到房东尸体 出现在储肉室的时候 他觉得斯文德应该是疯了 斯文德却撒谎说 房东自己被车子撞死在门口 他只是把他的尸体 抬进来放进了储肉室 比安表示要退出 要报警 斯文德就开始狡辩 他说 比安既然能遇到 一个漂亮的姑娘 为什么他就不能在门口 碰到一个死尸 这种偶然性是存在的 看到这 我只想说 反正结果就是 比安被斯文德说服了 他帮他处理尸体 斯文德就负责接来客人 他们店开始门停弱势 成为了当地的网红店铺 一时间还引来了媒体报道 按斯文德给的理由 第一具尸体是意外 第二具尸体是偶然 这第三句肯定是猫杀了吧 没错 斯文德又从外面搞到了食材 还记得影片开始 听到带的那个女性朋友吗 因为话多被比安提的那个 这回袋子里的人就是她 此时的比安还一无所知 不知道眼前的黑袋子里是个啥 斯文德又开始骗了 这个是她在公园里捡的 大家都知道 那里有钢牙电线很危险的 比安瞬间就明白了 她又气又无语 这时店门口来了个人 而这个人就是她的双胞胎植物人 弟弟埃及 原来昨天医院准备放弃治疗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弟弟有了生命迹象 弟弟苏醒了 埃及醒了后就过来找比安 比安已经顾不上听斯文德的解释了 他叫斯文德先帮他打发掉埃及 所以比安为什么要躲到弟弟 斯文德出去赶埃及 发现他是个治理低下的问题儿 轻轻松松就打发掉了他 比安很生气 他跑到医院问医生 为啥不给他弟安乐死 还叫他们把弟弟关起来 他不想看到他 医生听了后大为震惊 是什么原因让你对你弟恨之入骨 比安表示无可奉告 医生说如果比安不告诉他 他就去问他的朋友斯文德 原来他们的店铺上了电视 大伙都知道他俩关系铁 比安看他威胁自己 就和他说那你就去呗 医生还说 斯文德是让比安听话的 唯一剑拳的人 当我听到剑拳两字的时候 不禁为医生捏了把汗 果不其然 医生成为了第四具食材 因为这次是比安 间接造成了医生的死亡 所以他也不需要听 斯文德的解释了 直接处理起了尸体 门口脉入的顾客 依旧排起了长龙 接客的斯文德发现 埃及又来了 他紧接比安不想见他弟 于是把埃及赶了出去 埃及只好失落地往墙角走 刚好碰到了扔肌肉的比安 埃及是素食主义者 他见不得杀生 和他哥屠夫的属性 形成了两个极端 埃及找个无果 只好把肌肉捡去 埋在了自己父母的坟前 刚好这一幕 被墓地管理员阿斯特利发现 阿斯特利都知 埃及是比安的弟弟 就把他照顾得好好的 当天晚上 过去找他的比安 撞见了他和弟弟聊天 比安特别的生气 还把上去抱他的弟弟 踢了一脚 阿斯特利不明白 比安为何要如此对待他弟 也来不及问明白原因 比安就看车走了 另一边 提娜过来探望斯文德 他说自己呢 有在电视上看到他 斯文德追问 他有没有看他的采访 提娜说 没来得及看 杀心增加50% 斯文德又说 自己可以请他去打保龄球 提娜笑道 诶 但你不会打 杀心增加70% 斯文德解释 自己会打 提娜依旧没意识 自己已经踩入雷区 继续说道 诶 我见过你打 上次你还摔倒 被送进了急救室 第五句食材 有了 斯文德和比安的生意越来越好 前老板霍格就很眼红 以此偶然的机会 他听镇上的牧师说 他们家的鸡香肉很独特 很像他当年吃妻子的口感 这个牧师呢 就是阿斯特利的养父 他有一段十分传奇的故事 据说当年 他和妻子度蜜月的时候 飞机师是撞上一座山 除他外 无人幸免于难 包括他的妻子 为了求生 牧师就靠吃他妻子的肉 幸存了下来 正好电视最近 也报道了很多人口失踪 霍格就对 孙文德家的鸡香肉 产生了怀疑 打电话到工厂 问他们每天 给孙文德家提供多少鸡肉 果然查出了猫腻 一天只买进八只鸡 根本就不够 他们卖出的量 霍格把猜想告诉了牧师 牧师又叫来了阿斯特利 提醒他以后 别再和彼安有来往 他们很危险 阿斯特利并不相信 他们的猜想 霍格只好把彼安的过去 告诉了他 彼安和埃及 是对双胞胎 但埃及比比安晚出生七分钟 导致他大脑缺氧 智利出现了问题 他们的父母 为了弥补对埃及的亏欠 对埃及就特别偏心 常常选着他的意思 七年前的交通事故 比安父母和妻子都去世 比安断了一条手臂和一条腿 埃及变成植物人 其实呢 就是因为埃及吵着说要开车 而他的父母 也不顾比安反对 硬把车 让给了智利低下的埃及开 结果酿成悲剧 之后 比安就开始情绪不定 精神失常 他看他可怜就受在店里当屠夫 总而言之 他们希望阿斯特利离他远一点 此时的比安还沉浸在 昨晚见埃及的情绪中 他麻木地做完一天工作 准备回家待着 斯梦德看他很不开心 也不知道如何宽慰他 只知道是阿斯特利和弟弟 让比安不爽 刚好那天他下班的时候 碰到阿斯特利带着埃及 来店里找比安 斯梦德想赶他们走 但他们一直躲在门口 既然他们如此坚持 他只好用自己的方式 来帮比安解决了 比安回去后还是想通了 他想去找阿斯特利道歉 但他不在家 他就去找了牧师 牧师说阿斯特利已经知道了所有 还去了他们店里找他 比安一听 阿斯特利去了他们店 赶忙开车抵达了店铺 那时斯文德还在店里 他问斯文德 有没有看到阿斯特利 斯文德说没有 比安也选择了相信他 准备转身离开 就在他即将踏出门的那一刻 出入室发出了咚的一声 比安救出了动得半死的阿斯特利 阿斯特利人已经崩溃 完全听不清他的解释 并表示自己再也不想管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 比安难以相信斯文德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记得当场砸东西要杀人 但他溜得快 赶在比安彻底爆发前跑掉 比安从褚肉室中拖出冻晕的弟弟 他以为埃及已经死了 不停地用手拍他 还给他暖手 于是污补后 比安他在地上 就在这时 埃及醒了 埃及问比安能不能继续握他的手 比安还在生弟弟的气 不想握 埃及就一直问 一直举着手 比安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选择了原谅他 醒来后 店门口又排起了买肉肠队 此时他们店里已经没有吉祥肉了 比安不知道如何挽拒大家买肉的热情 只好问他们能不能接受鸡肉 老婆婆就说 只要你们烟炮汁一样就行 比安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静后厨尝了一口斯文德特制的烟炮汁 一瞬间什么都明白了 原来大家之所以爱吃他们家的肉 不是因为肉特殊 而是因为烟炮汁 他把剩余的特殊肉都扔进了扎骨鸡处里 改用鸡肉做成真正的吉祥肉卖给大家 就在这时 钱老板霍格带了一群食品管理局的人 过来调查 目的就是找出他们用特殊食材的证据 刚到店门口的斯文德 买了一束花给比安赔罪 当他从顾客嘴里听到 食品局的人正在店里调查的时候 斯文德毫不犹豫冲进去 承认所有事都是他做的 和比安无关 其实食品局的人并没有找出任何证据 因为比安赶在他们来之前 就处理掉了所有特殊肉 为了避免斯文德话多漏线 比安把他带出了店 这次被食品局调查 估计以后都没办法卖鸡箱肉了 斯文德开始为以后卖什么苦恼 一旁的比安就叫他卖鸡肉 斯文德觉得不行 大家都不喜欢鸡肉 比安却不这么认为 他今天尝过他的烟炮汁 那个味道怎么形容呢 应该是他尝过最美味的烟炮汁 他不认为是肉特殊吸引了顾客 而是因为他的烟炮汁 听到此的斯文德 处理在了原地 这句话比卖鸡箱肉 更让他有成就感 因为烟炮汁是他自己做的 影片的最后 他们还没有被抓 比安带着弟弟和斯文德去海边 斯文德和弟弟在那 争谁的球更大 阿斯特利也和比安和好了 影片就在斯文德和弟弟的争吵互动中 落下了帷幕 大家应该会和我有一样的感觉 觉得那些人死得很莫名其妙 很无辜 但故事的确就是这样结束了 可以理解为这个电影有点荒诞 事实上 剧情本来侧重讲的是 比安如何与过去的自己和解 斯文德如何获得自我肯定 所以也没必要去深求 但电影呢 终归是电影 犯罪肯定是不可以的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期再见